说明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凡夫念佛一定往生 你这个法理从哪里来 你一定要有一个源头的地方 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 你念佛没有信心 像一个水没有源头 它不就断掉了吗 像这个树没有根 它不就死掉了吗 所以我们很多人念佛为什么没有信心啊 他不了解阿弥陀佛四十八月的来源 目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我念佛好像把我们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源头 我来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答应不答应我 你救我不救我 各位你搞错了 你一定要把源头打通 我们各位今天通知资料水厂修水 修水塔关闭了 那好你家水龙头淋出水出来吗 你拿榔头把水龙头敲碎了 你把他找不到水 是不是 我们在家很多在家妇女 这个水龙头打开 为什么 源头那个地方没有接通啊 他那地方堵住了 你在这里怎么转怎么转 你就是变成蚂蚁爬进去 管道工 你都看不到 水都搞不出来 就我们这个心就是水龙头 我们现在在这里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心就等于这个水龙头 他也能放出水出来 他一定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就是那个阿随塔 他那个接得通 那什么叫接得通 信心就接通了 他就是功德的法子就流出来了 你才知道往生一定啊 我们说往生一定不是胡来的 我们是有往生原理的 我们念佛的人出去就这样的 往生去定 这个叫做如实成名赞叹 这才叫如实成名 如实赞叹 那为什么 了解往生的原理 那你不了解就刚刚讲的水龙头 你当然不敢讲出水啊 你怎么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水场怎么回事 所以四十八月的原理 法藏比丘 以四十八月成就 巴公得水 这个大水塔压力 然后呢 布出无量光的管道 要布到你心里面来 阿弥陀无量光就是布那个管道 布到你心中 你这个水龙头 接上了 要打开 信心法子一打开 啪 法子就流出来了 这心里很滋润 念佛念得有来源 这里这个地方啊 是我们信心 源源不断的 倾近源头 所以啊 有两句古诗嘛 问取哪得倾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所以你怎么念佛这么欢喜啊 你又说面露清悦 这个清净喜悦之色呀 你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念佛念得很苦恼啊 你没有源头活水来嘛 你这样的憋着功夫啊 那不行 啊 哦 是的 不同